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本师释迦某一佛 无上圣身为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寿词 愿解如来真实意 各位大家午安 我们在三个礼拜介绍 群语无庭 童元董志 这个是花言也好 天台也好 都是最高的意境 也可以说就是解释这个实相 我们讲到这个 唯佛与佛乃能究竟诸法实相 这个实相 这个圆教不是很好了解的 所以我们要花一些时间 可以从几个来看的 一个是从我们天台来看 一个是从华言来看 还有一个是从禅宗看 或者净土来看 其实禅宗也好 禅宗也好 它的理论的根源 其实都是天台华言 所以讲简单就是天台华言 所以讲简单就是天台华言 两个 其实里面涉及到禁土宗的禅宗的 都含设在内 所以我们研究汉传的佛教 就是必须要所谓用个学技一句话 叫知类通达 知类 换句话讲就是融会贯通了 学技讲知类 类就是类似的 可以互相通达 但是它有条件 不是随便 我们要谈到一点 东西文化的基本差别 西方就是二分法 我们是二合一的观点 不管儒道佛的思想都是这样 这是非常特别的点 所以如果只研究西方哲学 来看儒世道的思想 一定会有隔阂 那是不同逻辑 那就拿我们这边 天台讲的叫做藏通别源 然后再配合五十八教 五十八教其实把佛的教化五个时间 八教就包含佛教化的次第 藏通别源是次第 然后画仪式教包含顿见并不定 它的虽然在藏通别源中 还有顿见并不定 就是换句话 佛陀的一个教育是非常活泼的 所以我们要研究天台华言 就是把这个非常活泼的这些 来做一个总和归纳 大概是这样 另外我们上次介绍到华言的 就有所谓华言叫做五教十中 这个五教十中就是这边讲到小教 四教 十中教 顿教 圆教 十中是把小教再分六 六个都叫小 始 中 顿 圆 而华言的分类法比较接近 印度佛教布派佛教那个时期的那种分类法 那就更细腻了 如果我們要把漢傳跟印度密切結合的話 那就是用五教時鐘就更能夠會通 小教分四個 六個 但是簡單地說 小教就是講我空 不講法空 前面還有什麼 我法既有 然後我有法空 等等等等 很複雜很複雜 還有三、四十有法體横存 很多很多 所以這邊我就暫時不去涉及這些問題 因為太複雜 那麼我們簡化就是小史東正元 簡單地說起來 我們再把它濃縮 濃縮為什麼呢 濃縮就是三個系統 三個系統就是法相維世的系統 羅來賬的系統 維世的系統 羅來賬的系統 跟宗觀或者波羅的系統 一個講空 一個講有 一個講中 其實老實說 宗觀也是講中 維世也是講中 羅來賬還是講中 沒有不講中的喔 可是我們要廣義說 法相是講有 維多 是利 法性呢 叫波爾 中論 平衡是講空 其實為什麼叫中論 中論講中嘛 那維世呢 羅來賬呢 羅來賬是講 性向平衡 簡單地說就是這樣子 佛教的最後都是在講中 我們佛教講中道 那儒家講中庸之道 其實這個中的內涵不一樣 不一樣 界定這個中 這三個系統不太一樣 當然 所以我們為什麼要有叛教 叛教到最後原教才原通 就是這樣 就是一種什麼 這種就是一種思考方法 一種邏輯的思考方法了 用現代語言 就是一種詮釋了 一種解釋了 那麼我們在談呢 為什麼我會談這些東西 因為我們現在系統太多了 對不對 我接觸到的 傳統的 也有接觸到現代的 如何如何 我們把傳統跟現代結合 所以有的時候 我會用一些傳統的 有時候也用一些現代的語言表達方法 這樣我們才能夠吸收消化 來曉得在說什麼 好 那麼我們再說呢 譬如說 太學大師 大家都是要分為三個系統 法相為師 是講有的 法性空會 是講空的 法界原覺 就是講如來賬 一個是法相 一個是多了 空 一個就是講如來賬 那到了應生法師 他的弟子就把他分 法相 法相 法性 法界 變成為名 法相為師 變成叫做 這個 虛妄為師 因為為師是講虛妄 那麼 法界原覺 法界 那麼是講如來賬 他講真常為心 唯心的思想 中觀呢 是意為師 假明 意識中道義 所以說信空為明 信空為師 為明 法相 法性 法界 信空為師 為明 其實是一樣的 就是這三個系統 不管藏傳 不管漢傳 都是三個系統 但是 我就要講 為什麼太極大使要這樣分呢 就把很多傳統的什麼天台華言不談這個了 為什麼呢 因為到後來都會分 我是哪個系統 你是什麼系統 就開始互相的 開始產生矛盾衝突 產生我是哪個中派 哪個中派 就是意識形態就出來了 我是天台 維護天台 我是為師 維護維師 我是華言 維護華言 所以他們就三個系統 你拿藏傳也是三個系統 不管它是什麼紅黃藍白 哪些派別 都是一樣 這樣 好 可是我現在要談談一點就是說 這三個系統 每個系統 比如說都可以製成 比如維師中 維師中有一套 六經十一論 維師中 我有整個一套道理 造成波的道理 可是這麼多系統 放在一起的時候 比如說藏傳的格魯派 格魯派就是那個 宗格巴的格魯派 格魯派就是把宗觀放最高 其他的收拾在宗觀最高 可是如果說利馬派 利馬派就是洪教 洪教就是說 格魯派有點像我們的教 宗 就是禪宗 以修行為主 這兩個就 我是把 什麼 如來上上最高 各個宗派就會不一樣 產生這樣的一個 維師很少 維師大部分都是基礎的 好 那我現在要回來說 這三個 三個大的思考 不同思考邏輯 那麼因為這個羅來上思想啊 比較算是到了華元中 比較很明顯把羅來上思想 其實我剛才說了 什麼佛性論呢 這些其實都可以算 廣義的羅來上 羅來上專中的就是 我們用的就是 《大神奇心論》跟《楞严經》 這兩個是最具代表 漢傳最具代表性的 其實《楞切經》也是 還有其他的《佛性論》 《保性論》 《不爭不簡經》 《如來上經》 等等 很多 可是我們知道的就是《起性論》跟《楞严經》 好 那因此說 這三個系統要怎麼樣統合呢 華元就非常清楚了 就是在宗教 所以呢 小教就是我空法不空 都不是講空 但是他只講我空 不講法空 後面這三個 小教法還有六個 我剛剛談過了 後面這四個呢 使教就分二分了 一個是像 一個是心 一個是有一個空 一個是立 一個是破 一個是法相中 一個就是中觀 或者博爾這樣 然後到了宗教 就是什麼呢 宗教就是如來藏思想 那當時以華元中來說 他用什麼做代表 就是用《大乘起性論》做代表 所以有《大乘起性論》意記 所以因此我們在介紹《大乘起性論》的時候 你看他叫《起性》嘛 楊仁山居士就是看了《起性》 《大乘起性論》他進入佛法來接受佛法 來發揚佛教 一生他就是看了這本書 《名副其史》 《大乘起性》 《大乘起性論》它包含好多意思 一個是說它代表的是所有經論的濃縮版 叫《大乘起性論》 一個說法是這樣說法 一個說法是《大乘起性論》 是主要介紹《楞潔經》 《楞潔經》就是達摩祖師傳給二祖慧可的 就是楞潔經 楞潔經就是楞岩經 就是如來藏思想 所以楞潔經是解釋它的 還有一個說法是什麼呢 還有一個說法是《大乘起性論》 就是把如來杖緣起跟阿賴也緣起怎麼樣 做了一個結合 就是《大乘起性論》 所以我們要談到《起性論》 《起性論》也有三個很重要的註解本 我只提一個就是跟我們華言有關的 就是三祖就是選手法杖 他有《起性論》《義》 正義的《義》 記載的《記》 那本書就是把整個佛教的那個 一個balance 一個空跟有 中觀的主要邏輯就在破 從頭破到底 破生 破滅 破來 破去 破意 破意 破斷破場 都是破 主要他破的是 破一切法將 破一切執著 而維斯呢 主要就是《利》 五位白法權 第八是新索五十一個 涉法十一個 然後《富家印刑法》二十四個 五位法就六個 就是在《利》 利用三至性 然後從利以後 圓其一他起 最後也到轉法向為法性 最後還是要規制於空 可是他先利在破 中觀是始終在破 沒有利 以破代利 可以說 他是破執著 不是在破破 圍式在建立 就是圍式比較跟我們的科學很接近 很細膩 很完整 然後轉圍式像 就叫進行果 有圍式 圍式的邏輯就是三個字 進行果 進行果 這三個字其實就是 這個印度大乘佛教的思考邏輯 進就是境界的進 一個叫做圍式進 包含為式像 跟為式性 行就是修行 進就是為式有兩個境界 行就是修行 怎麼修行呢 轉法向為法性 就是轉世成智 像就是是 性就是智 怎麼轉世成智呢 到後面就是國 就是轉世成智分為五個成智 什麼為 為什麼 為什麼為 一直到究竟為 就是這樣子 所以叫進行果 三個字 就是信 像 為式性 為式像 轉為式像為為式性 轉法式成師字 然後成為國位 從資良位 加行位 一直建道位 一直到究竟為 這是為式中的邏輯 是這樣子的 好 所以這是死教 宗教就是儒來仗 儒來仗是什麼 為式中說 為式在想像的時候 不講信 一直講 像… 到了轉世成智 開始才講信 因地不講信 可是到了儒來仗不對喔 一心二門 真如門就是信 生面門就是像 一個像 一個信 一個生面 一個不生面 然後這兩個不疾不離 在因地就開始跟果地相親 所謂因地不生果造於區 楞賢金的這樣講法 我們說 因地發菩提心 沒有發菩提心 行諸善法 行諸佛法 世明魔法 我在因地 所以藏密也非常注重菩提心 菩提心就是空性 就是援起信空的哲學 我在因地我就要跟果地什麼 match 相合 所以儒來仗 為式不行 為式要千轉 六四再轉 七四再轉 五四再轉 八四 為式不行 儒來仗 OK 所以我們說 出發菩提心 極神中間 必須是無來仗 用為式中講不通 用中觀也可以 允許星空嘛 對不對 射其是空嘛 射不一空 空去射不 射不一空 射空不二的觀念 這個可以啊 理是無愛啊 所以理跟是 理代表是本體界 是代表現象界 理是理體 像是現象 所以是法界 理法界 理是無愛法界 所以就是宗教了 那麼注重理的 那就是講信空 注重視的 就叫做緣起的 就叫做法相 然後兩個平衡的 那就是儒來仗思想 就是現在我們講宗教思想 就是剛剛談到 無性禪題皆當成佛 儒來仗思想才有這個說法 為式沒有 好 然後再講遁教 遁教當然主要是禪宗啦 可是按照這個華言來說呢 還有其他經驗 譬如包含維摩截經 都算是 也有的 比如說他把這個大波涅盤經 有時候他也把他判 中教也有他 頓教也有他 這樣子 譬如說 維摩截經 我們在天台把它判為什麼呢 把它判為華言阿涵方等時 變成方等時 方等時就是大臣 可是到了藏密的利馬派 把維摩經當作原頓教 所以因此我這邊要談到 叛教是各個中派有他主觀意識的 不一樣 是這樣 所以我們在講叛教的時候就會產生 如果我是天台 我就會說 維摩經不過是放等時 我問華言我說 維摩絕經 它是頓教 可能就會產生 我們在學術的時候 就不能說我是哪個中派 我們在判斷的時候 是看你是看哪個角度 古德都會有爭執 我也碰過很多 以後有機會再談就是爭執 對不對 有這個中派的爭執 所以後來台語大師台用建立三個系統 我們要擺開這個爭執之劍 是這樣 好 這邊是剛剛談到頓教 一念不勝即成佛 不力皆次 那談中它是說頓教的話 你會說剛才兩個誤後期修嗎 它既然動物就成佛了 那還要修什麼 誤後期 這是我的誤後期 因為頓教跟原教往往放在一起叫做原頓教 為什麼要說出發心即成正確 我舉過很多次例子 比如說 我們到101大樓 各位不知道去過沒有 我是沒去過 我可以做比喻了 今天我到101大樓 我進入那個大樓的樓梯間 有沒有 我舉過很多次例子 我要到101 101就是成佛了 有沒有 我進去了 我抓對的地方 我就按101 然後怎麼樣 我就不管它 出來就是 注意喔 出發心情人動物 頓球動物是什麼 我是在1樓喔 我是按到101 舊行 我不是也講了嗎 我用衛星導航 我已經定位了 我雖然還沒出發 我跟果地已經相應了 就不會走錯路了 所以原頓的意思 不論說就成佛了 為什麼要誤後啟修呢 誤後啟修就是說 我不會走錯路了 我導航定位了 我101已經按到了 是這個意思 注意喔 不要你說 都已經成佛了 不利皆次 沒錯了 我一按 我就不管它 我不要下樓梯啊 上樓梯換其他的樓梯間 換來換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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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需要啊 我就這樣 就這樣 就是你按到這個定位了 所以我常常舉這個例子 就是這個意思 好 這就是原頓的意思 出發音集成正確 什麼意思 就是這個意思 所以也有一句話說 你可頓悟 事須見休 理論上我都瞭解了 我小時候怎麼樣去美國 我全部票都買好 什麼都知道 那我還要到機場 對不對 還要不是說拿了票就OK了 是這樣的意思 好 剛剛談到了原教出發音集成正確 也就是這個意思了 所以原跟頓有時候 禪宗就是原頓 頓悟頓修 是屬於這種 同時的 主辦無盡 交騙戶 所以裡面還有很深的道理喔 什麼叫做一極切 什麼叫一極切 這個一極切 你看 我們講到 一念三千也是一極切 那一極切還有什麼 為什麼叫做 這個所謂廣霞自在無外門呢 還有就是說 我以前做個比喻 今天我進入一個山洞 這個山洞從地球以來從來沒有人 進來過 可是今天我拿個火把 很大火把 花一進去 插螺之間 裡面全部都變成光亮了 不需要經過多久時間 就好像頓修頓悟一樣 類似這個意思 不需要 注意到時間是假象 所以你說一秒鐘跟一個大節 其實對圓頓來講一樣 為什麼修頓悟一坐幾十天 好像閉眼睛就張開這樣 這種感覺 我們過幾十天就是幾十天 它已經超越我們這個時空的概念 小了很小 大了很大 為什麼小而不寡 大而不多 古人就有這個概念 傳統哲學就有這個概念 那它也會不餓 因為怎麼樣 它在這個時候 它跟宇宙是一體的 我們肚子為什麼會餓 是因為我們消耗能量 我們在動 在講話 在思考 都在消耗能量 就算我在那邊沒事在那邊打瞌睡 我還在消耗能量 對不對 有的人永遠瞌睡 永遠瞌睡 還是要吃飯 一直它還在消耗能量 可是你在殘境中 你其實在吸收能量 所以它不必喝什麼水 我們酒不喝水一定要喝水 一定要吃飯 一定要呼吸 它已經在殘境中 它能呼吸就跟宇宙 它沒有呼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後來 吸住脈住啊 呼吸停止了 我們叫做氣弱猶食 氣弱猶食有兩種 一個快食的人 一個是入殘境的人 為什麼入殘境的人 你叫他 他不醒來 以前管兴島和尚就是 在閩南什麼地方 什麼一個山洞裡面 大家就找到宏裕大師說 你不會叫 叫他聽不到 好 你要用什麼 引擎 引擎 因為引擎那個聲音 聽聽聽聽那個聲音 跟它比較相應 它才聽得到 跟我不一樣 我不在一個時空環境裡面了 好 剛剛講了原教 下面再看一下 選手三時 極臟三時 天台五時 華眼五教 這就是叛教 這個絕對可以寫個博士論文 叛教一般是三時 三時就是說先造時 轉造時 還造時 三個時間 三個時間 華眼就是談到成佛 華眼到最後是成佛的 轉造就是那個太陽慢慢升上來 就開始造大地造什麼 然後到日中 然後一直到太陽西下 所以叫轉造 就初轉 中轉 後轉 就慢慢太陽起來 到屏障慢慢轉下去 你看 天台來講 最早叫根本法輪 最根本 華眼 成佛的是法華 華眼也是成佛 它是根本法輪 五時的第一時 華眼最初三期日或二期日 什麼方正十二方 二十二年博爾談什麼什麼 這些後面就開始 初轉 這是阿漢詩 然後方廣詩 博爾詩 初轉 中轉 後轉 這是五時裡面的了 一本起莫法輪 一位本 然後等於說從小學 從中學到大學 然後研究所 好像這樣的意思 可是我最早告訴我 我們要華眼最初開始 那華眼經呢 說法的是 暴身佛 不是化身佛 是暴身佛 對地上菩薩 就是十勝的菩薩 前面是叫什麼 十柱 十行 十徽相 是知良位 對不對 然後嘉勤位到賤道位 賤道位就是才到後面這個 最後進入原教那樣子 然後環道 環道就是色莫歸本 一個是本 一個是末 本要經過一步一步的 一步一腳印的 step by step的 初轉 中轉 後轉 然後最後就是法華涅槃實 怎樣 就是神佛的法華 我們現在講的就是神佛的法華了 所以我們要讀法華經 要知道很多東西 為什麼我講得很慢 很多概念 你照本學科念很快 可是這裡面是整個佛教的一個體系 天台中就是有法華為最高的 最厚的 最重要的一個核心 一個body 一個重點 在這個地方 好 那我們再看 這是華人叛教 各位看 一個是天台叛教 一個是華人叛教 天台叛教 《法華經》是什麼呢 叫做 這以前我講過 叫做純圓獨廟 你看漢傳佛教 他用的名字很美 純 純粹的純 圓獨 單獨只有 single 沒有一個可以跟我比的 獨廟 純圓獨廟 那是天台 好 這是天台來講 這是五十八教的那個系統 以前我們大概講過 現在看華人五教 右邊看華人五教 華人五教在講到法華的時候 他怎麼說 要同教一寸 華人他說 我是別教一寸 這個名相要知道 他用在這裡什麼意思 這個同教一寸就是說 用華人的角度 法華經是原教思想 但是就是一般的相同的 這種一樣都是原教的 叫同教一寸 可是 這是華人叛教 對不對 別教一寸 我這個華人什麼 special 這個別 別 有的別是分別 這個別就是special 很特別 我的圓跟你那個圓不同 我這個是Number one 是最殊勝的 叫做別 所以看他的名相的時候 你光看他的名相 你不知道他要表達什麼意思 他此地 這是華人的叛教 他是這樣講的 我這個是最圓滿的 如何如何 好 這就是華言值得別間圓 對 所以呢 好 我們在後面再看 然後從他的教育來看 生小教 小始終等於是華言的叛教法 小教 因為我們前面上過華言中 我們上 有的人說 我只研究天才沒有學華言 我只研究華言沒有學天才 以前我們有一個國教學有一個老師 他就是華言的嘛 所以我考他了 我請他來 我說你可不可以教我聽 他說我說這是相通的 是相通 好 生滅二聖 就生滅次第 知苦斷疾慕滅修道 那個士替法門是生滅的 小教 好 然後使教 是明有的三層 就講有 明空的三層 一個是講有一個是講空 好 這是兩個 使教就是空使教像使教了 他們也是講三層法 一個講有一個講空 所以叫做剛剛講的使教嘛 然後 宗教 雙兆空有 兆是肯定 YES 肯定 有也有 空也有 都有 從肯定來說 說 頓教呢 雙遮空有 這是否定 好 這是頓教 最後就是圓教了 圓教就是什麼 遮到同時 對啊 這是我們在研究佛法中 又非常很容易攪擾的一個東西 就是 哎呀 道一有二是空 講到中官 將三論中的時候 有談到一個問題 我稍微跟各位談一下 比如我們講到 中官講 眾一言說法 我說幾是空 意味著假明 一是中道義 這句話 它是中官的一個核心的一個概念 這句話是從頭到尾 不能夠停頓 不能夠換氣的 眾一言說法 我說幾是空 意味著假明 一是中道義 你不能說眾一言說法 呼口氣 不行 可是呢 天台中就要呼氣了 眾一言說法 緣起 信空 the first step 意味著假明 the second step 一是中道義 the third step 三步中 把中官那套邏輯 最後有人說 中官隆首沒有這個意思 可是空、假、中 這三個東西 是自然是說 我們要銷納漢傳佛教 很不容易的 說是很容易 你說中官一步到位 可是很容易有疏漏啊 所以它把它分為空 先空、赤子假、赤子中 所以才有始終心要 我們前面介紹的 空它達到體 正一切是阿羅漢正如何 假就是從假入空 然後當菩薩 菩薩有全教菩薩有雲 頓教菩薩 先空、赤甲、赤中、赤第三關 然後菩薩 建立我們天台的系統 我這樣說 各位聽聽懂沒有 我講過很多遍 因為這些東西很不容易搞懂的 所以我把那個很重要的概念 都是重複反覆地說 以免說聽聽聽 前面聽不知道後面 聽了這個忘了前面 最後面前面全忘光 因為常常會有這個情形 好 所以到所謂的中觀邏輯 就會有 有然後空的兩個 然後後面建立什麼 亦有亦空 再後面建立什麼 非有非空 亦有亦空就是雙照 非有非空就是雙折 然後最後又折到同時 亦有亦空非有非空 同時存在 這個位置 一般讀的會當機的 其實它本來的意思就是說 我講有的時候 你就會執著 有 所以我用空 我講空的時候 你會執著有 所以我說一有亦空 那我聽到一有亦空 我就執著一有亦空 我就執著一有亦空 我就非有非空 又破你的一有亦空 那我要執著非有非空 那我一有亦空 非有非空 雙折雙折雙折 然後同時 其實說來說去 四個字解決 援你去公 OK 你說 全部都有了 這針對我們凡夫 你說這個 這是主席講的 教學者如福罪人 從福德東來西右倒 不倒這邊就倒這邊 我有一次很大的經驗 平常 我平常 我覺得我父親那時候身體不好 我四兩伯天心 我可以 他不管我就可以幫他幹什麼幹什麼 因為我們練過太拳 很容易掌握人家的重心 可是有一次我們政大 有一次期末大家去聚餐 聚餐回來之後 我們住在我家附近一位姓朱的一位教授 他也是我們的主任 喝得凌丁大醉 走路歪歪斜歪斜 突然瘫下去了 瘫下去了 瘫下去了 像我平常四兩伯天心就把他扶了 瘫下去之後 怎麼扶都扶不起來 他完全一樣 All relax 全部都放在鬆鬆的 你根本沒辦法 就平常人一抓他 他一定有一個反應 你知道他的重心 你可以把它掌握 他已經完全什麼 他已經陣入空隙了 好好好 全部就像那個 我們叫做那個鐵鍊 全部都一樣 你這樣拉拉不起來 鐵鍊要一直這樣拉 對不對 為什麼 鐵鍊是完全鬆到那個狀況 我就想了這個太拒拳講了 四兩伯天經 他要利用人的什麼什麼 為什麼鬆到底 側到底幹什麼 哇 裡面有很高的哲學 鬆就是一個空的概念 所以我那時候覺得 為什麼平常他的個子跟我差不多也不會很高 平常我要抓一下本來都可以 他喝太多了 整個我是不喝酒的 整個鬆進去 我才覺得 哇 為什麼裝著醬 醉酒的人什麼都不怕 為什麼他沒有概念 比如我們車子開了 哇 會很緊張 最喜歡的人什麼都不知道 完全沒有感覺 就是這樣 這怎麼怎麼辦 唉 那就看著辦了 就慢慢慢慢怎麼樣怎麼樣 那時候我去的 就印象太深刻了 從來沒有發生的事情 他就敗 第一次 你不能戳他 戳他痛 不能 後來我忘記怎麼樣 反正就是 好麻煩那一次 平常都不會 就是說他有點半醉 有人說我沒有醉幹什麼 都沒有完全醉 醉的人他說 就像睡著了 什麼都不知道 比睡著的孩子 就說他完全是一個放鬆狀態 一個醉 好 所以我剛剛說明這個意思就是說 佛法最重要的意思在破我們的執著 當你有的我用空 當你空的我就有 變成說我都執著 那我就一有一空 然後怎麼樣 我又會執著 然後非有非空 非非有 非非空 非有無 非非什麼 一直在飛啊 就是在 從頭到尾 一直在破我們的執著 其實就像說 為什麼華人說 出地不至二地是二地不至三地 出地的執著 二地他破掉出地執著了 我們的出地執著固然見性 可是我們還有二地我們不知道 然後到二地後面還有三地的執著 一層一層的破 所以這個地方就是為什麼主德 我以前有人說 哎呀 為什麼主德 主德要搞那麼多專用名詞 來虐待我們幹什麼 不是耶 因為我們的煩惱執著太多了 所以他要很多的這些名項不斷地在破 是這樣子的 所以中觀的邏輯龍樹浮上那個時代是專門破 當時不派佛教外道還有小城還有不了意的全教的 要破它 所以才有中觀這一套的理論產生 中觀的那套邏輯 所以學中觀的人很容易墮入什麼 很容易墮入斷滅喔 都在破都在破 是這樣會產生這樣 學維生呢很容易墮入有一樣的 所以我們才會碰到 那時候我們在學中觀的時候 啊 都是空 都是空 都不在意 好像什麼都不重要 就忘記緣起了 學天才的都執著 執著名相啦 所以我們在學法相說 或者學對會執著那個名相 名相本來是幫助我們來 所以叫做文字博人嘛 我們現在是要解碼就是文字博人 如果不解碼只在文字上轉 那就是文字占 所以為什麼老子說明可明非常明呢 對不對 這名字是需要的 但沒有名字不行 有的名字也很麻煩 就會產生這樣一個問題始終 所以我們剛剛用這樣的一個邏輯 名空 這個空跟有的兩個 然後宗教就是雙照 就是兩個肯定 然後雙遮兩個否定 到最後就是肯定否定同時存在 其實緣起行公四個字已經解決了 是這樣 好 環照就是聖風歸本的法 法華 同教一稱 剛剛談到 宗教 雙照空有 遁教 雙遮空有 原教 遮照同時 一極切 一極切 到一極切跟一極切的時候呢 這些 前面的製作要少得乾乾淨淨 都遠通無礙 那是這樣 所以 禪中為什麼注重開悟 意思就四塞 就在這個地方 所以我们前面提过了 按照一般的理论来讲 前面三贤位时柱时行时回向 是依法修依法的逻辑 前面 然后到了出家庭位 后面就是一个建道位 建道就是建道本性 建道实相 一本开始 就叫一法修一切法 就是讲到空性的时候 就是一级一切的概念 一法修一切法 到了七地以上八地 是一切法中修一切法 前面还不是那么圆满 所以一法修一切法 只说一法修一切法 到了八地以上 就一切法中修一切法 因此说我们今天如果能够到原教逻辑 我们大概是跟就像禅宗说 禅宗是一个主要注意到 一个是礼物 一个是顿物 禅宗是修物同时 它不但是礼物 它也是顿物了 那个才惨动的误 我们现在可以说 礼物 礼上我误了 那是属于礼物 礼上我知道 我怎么买车票到美国去 礼上我懂 我没到美国去 比喻了 我没去过 可是我知道 这个步骤 这个步骤 这样 秦云无情 同原懂之 这是原教的道理 深广难测 不应理 我们上次刚好论到这里嘛 会产生疑惑 那后面就有人说 秦云无情是一还是二 是一则何以要用两个名称 若是二是无情 无心事何以得以原种制 好 这个问话 各位啊 这个问话就是 按照一般来讲是正确的疑问 我应该这样子问的 对不对 一般来就是这样问 你既然把它说 情 这叫无情 那一定两个才叫夹跟乙啊 对不对 如果是二 那么二无情是没有心事 没有心事怎么成佛呢 你这话怎么说呢 同源是何以 同时圆满还是一样圆满 一个从时间上来讲 一个从它的本质上来说 这个人也有思考逻辑到 这种思考逻辑是学科学人思考逻辑 学西方哲学人思考逻辑 没有说不对 这是个过程 这是个过程 一般人连这个都不会问 原来 反正你相信就对了 有人就这样 反正你相信就对了 古德说的 没错 对不对 那就OK了嘛 好 若是同时 则情无情为二 你同时我们两个一起去 去哪里去 还是两个人嘛 故称同时 情为主 无情为客 仍然是有情 原懂之为主 若无情为主 情为客 则大家躺平就好 躺平就好 就是说 那就不要管他了 情为无情 就是那回事 情就是情 无情就是无情 你没办法 就这样 好 这是一般的思考逻辑 一个过程 若是同子一样 则有情有心事 无情无心事 二者如何一样 可以原种之 同就是大家都一样 相同的 没有差别 那可是有情是有心事 无情是没有心事的 那这两个怎么能同呢 好 然后说 什么叫总之 因修而得 或是不修本具 就是说 本来就有的 若因修而得 无情如何修 无情怎么修啊 他无知怎么修 若不修本具 有情具 烦恼 盖障 故不邪 但无情无烦恼 不让总至 则使师反皆臣佛 无情无 当然没有烦恼 你说 桌子有没有烦恼 桌子当然没烦恼 烦恼是人才会有烦恼 有情也会有烦恼 桌子一直反正都没有烦恼 对不对 这样 以上疑问 给我一样心心不足 对方问 多疑者有浅除疑惑的机会 具心无意的 有的人说 哎呀 这个简单的事情 是可略过 不必为无名的分别念去 烦恼 善哉 后面就是我的回答了 善哉问 亦大哉问 这个问很好 大哉问是 紧拍够了 很难回答 很难讲 但是呢 用心之既深且细 你是很用心去思考这个问题 别人看了看就过去了 以前我们接佛也讲 不要多问 反正古着讲 你相信就好了 还有 到时就知道 你念佛 到时就知道 也可以 我不懂嘛 那我就念佛嘛 以后问阿弥陀佛 请依回答这如下 借供参着 不知知取 这我是讲话 我是不辞我自己 不学无术 我也就来 别人宣布了 好 下面我就提出两句非常重要的经文 如下 以前是这样 都是说 我已经把答案讲出来了 本来就是这样 可是回到原本的时候 我从来没怀疑过 我是接受来的 比如我举个例子 我以前小时候 喜欢好动嘛 好动儿嘛 所以后来我到高中的时候我就开始学 学这个拳书 学叫做少林长拳 到了台大大学学唐浪拳 后来就学什么 学太极拳 洋式太极拳 城式太极拳 正式太极拳 最后学正式太极拳 最难学的是正式太极拳 看起来很简单 后来有一次跟我们一个师兄弟聊天 我说这个太极拳这一招 为什么好在哪里 因为我们按照一般是这样这样这样 我们就说不动手 太极拳说不动手 手不能动 不动手你怎么推啊 出手不见手 手到不能走 怎么怎么说 注意到 太极拳他打的时候 你看一般拳一定动手 哪有不动手的 不动手怎么叫拳 可是太极拳他动的时候 是从脚底 从里面动 外面没有用力 从里面动 出手不见手 我动的时候 我的手不能这样动 动得不对 我们练拳一般都要这样 他不动的 他不动的 你一动就散掉了 我到时候 我碰到你说你跑不掉了 啪 一下子就出去了 你不知道怎么出去了 我就说 哎 啊嘞啊嘞啊嘞 我那师兄就说 哎 熊师兄 为什么我从来没想过 因为你都没练过啊 我都把这些都丢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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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方说小史中的圆 这一家是原教思想 可是小史中你没练过 我都练过啊 所以我最早跟那个吴老师学的时候 吴老师旁边跟着那个师兄 我觉得冯师兄摇头 怎么办怎么办 换句话说 我完全都是原本的那套思考逻辑 都是原本的那种习惯 动手的那个习惯 很自然的 已经成为自然了 自己不觉察 不晓得该怎么改 别人没有学 我学了 一大堆问题 我学了很久 十几年以后 我才慢慢体会过来 还是怎么样 很重要 是教学生领悟癌 手不能乱动 一动我又不动 就是一级一切的概念 就是原教啊 我一动的时候 你不要看我是一只手指 我不可能一个手指动啊 少年前有的时候 我两个手指双龙夺珠 你看我是手在动啊 他不是啊 很奥妙他动 你看他是手在动 他是全身到一点 好奥妙啊 哎呀 这是哲学啊 这是原教思想啊 我就讲了说 我觉得 就是我体会好不容易说 啊 原来他这么奥妙 太极宣小道 全身小道 有天地之大道存烟 哇 他是一个武术哲学啊 对不对 因为我是研究学术嘛 就是思想 不是光是发进那些东西 啊 突然体会出来 可是那些师兄就觉得 你讲这个我从来没想过 我本来老师像家伙就这样学嘛 好歹哪儿我也不知道 本来就是这样 如何如何 类似这个 我这样讲各位不会很亲切啦 因为各位没练这个嘛 偏模就是 但是我只是说明 这里面就跟这些一样 你经过之后 你本来 哎 老师说 你就这样接受 你就这样学 OK 可是你经过错误 经过那个一步一脚印的 慢慢思考 啊 原来这么好 你常常听着 啊 本来就是这样 那又怎么样 对不对 心魔里众生 是三无杀病 哦 本来就是这样嘛 对吧 没什么 可是里面就有很多 如果你从一步一脚印 慢慢一步一步的 啊 原来这种想法 哦 是这样的 哦 是这样的 他是有一个经验 有一个过程 就当同别人 小时路面都是这样子 哦 就像说有时候老人家跟我们说 做人要怎么样 做事怎么样 你都听起来 反正我听得很耳熟了啦 有一天真的碰到事情了 不能解决 突然有一天 啊 老人家以前讲过说 我现在才懂 类似这个意思 没经过的时候 我从小就听讲了 我的儿子就是这样 在我小时候有弹坐 有打太极拳 我儿子跑到美国去了 他有一天说 哎呀 他说现在我看到美国人 很多人弹坐耶 我以前觉得你是最弱武的 现在突然看到你在前面呢 我说地球是圆的 你以前看我 我走到后面 你后面从后面 我还觉得怎么我在前面 因为地球是圆 我跟他开玩笑 可能道理是这样 那是以前人写的东西 以前人的东西啊 所以我这边又谈到一点 就是说 三教的思想包含 刚刚讲了 《法相宗》什么宗什么宗什么宗 《如来荡》等等 可是在《华原宗》里面 已经把这三个系统的思想 用小始终对源把它什么 融贯在里头了 用武教始终的方法 用这个融贯在里面 给我们非常好的一套思考逻辑去面对它 解决它 是一个非常好的方法 这是古人的智慧 我们现在怎么样 哎呀 那个都过时了 就是说一扫把一扫都不要了 可是传统的呢 又绑住那个 绑住在那个 好像我就是这样学了 没有经过说坏坏坏坏 为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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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经过这个学院 就说反正就是这样 换句话说 他记的东西就是硬邦邦的把它那个 啊 消失终对源 当成别人等等等等 那个 就把它记下来了 产生 那种就是 只是知识的一种认知而已 所以我们 古话有一句话说 宜然里胜 焕然兵士 宜然是树心旁一个台 台湾的简写 里顺 宜然 宜然 哦 是这样 焕然 焕然是三天水一个 那个冰 冰啊 啊 焕然 冰 冰士就是解士士 就是冰消掉了 就是我懂了 我了解了 我了解了 宜然里顺 他一定有他的道理 焕然冰士 哦 原来 古德就面对这些问题 他们对问题怎么解决 历史的知识 历史的教训 历史的这些 给我们很多后人 我们不一定要绑着古人的那种方法 但是我们要了解 古人怎么走过来的 那个过程 就是说 哎 我不一定是天才 也不一定花言 但是我了解他们怎么样 然后我吸收的是活的 或是死的 那种名相的解释而已 只是消文而已啦 要把它 最最重要当然是消归自信 当然是这样 好 你说 刚刚老师说 至于用太极的方式 对啊 就是原教的 我为什么注重原教在这个地方 对不对 因为我们现在这个叫做什么 数位逻辑 数位逻辑就是0跟0跟1嘛 这个就是什么 就是阴阳五行的概念 就是太极的0001的概念嘛 对不对 那是 这个概念你看 它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思考逻辑啊 很通的 任何都可以啊 不是光是某件事 就像说我们手机一样的 手机最好叫BB Code我还记得 BB Code就是别人打给我 然后我晓得某人打 我才用电话打 打还给他 只能打电话 现在手机什么都行啊 一机在手 这个世界都在掌控之中啊 那不是一机切吗 科学不是在走一机切的 电脑也是一样啊 手机也是一样啊 现在还在进步呢 对不对 它不是也是一机一切的概念吗 比如说 这所谓的千山有水千香月就是说 这个理学家解释 什么叫做人人一太极物一太极 无物不是一个太极 他用千香有水千香月 这个道理说天上月亮是圆的 有江水有水的地方就有月亮 月亮是圆的 好像麻雀水小武藏俱全 不是说我们说我们来分千分之一 千香水不是月亮是千分之一 千香水月亮都是圆的 不管大跟小它是圆的 麻雀水小武藏俱全 同样道理说 原料的人不管做大事做小事做什么事情 挑起来运水窩水放量都是圆满的 都是究竟的 不是我做了捐钱多功能大 捐钱少功能小 就是我的心 不论大小 我随便所做全部是圆满的 那就是最高哲学了 就是还是这个道理嘛 你要想通也是这样 科学也是这样 这个华原早就这样说了 所以我记得以前我们 这个师爷他有一句名言 他说我跟别人推太极拳 我两招没有把对方推出去的时候 我就要鞠躬 对不起 我说我败了 一招两招就要解决 以前我们不知道 我们有套路 你这样打我这样打 叭唰 再打到你 可是他就是一招 我这一招就是一洗一切 我就可以把你的省个身体掌握 啪出去了 一招两招解决问题 披了两招 没把对方推出去 对不起 我败了 我就想这很奇怪 跟我原来不是这样 我怎么弹刀 破花枪干什么 我打个半天了 打不个强也是 because 那你多打几点 我ha你 没什么邏Gs 直到最高 这些武术德学一定要回到什么 到后来还是要回到我们自我的突破了 不是说我要打败多少人了 敌人不在外头了 那个更高逻辑了 好 那么时间到了 我们稍微的休息一下 下面说 现在提出两个 颇观紧要的经文如下 第一个 一报随正报转 就是三河大地 就是一报 正报就是我们的色身 两个分不开 但是主要是一正二报 第二 就是华元经有一句话 心 佛与众生 事瞻无差别 这个讲到心 注意喔 此地说的心 我是把它做一个刮斧说 那是如来藏的大海 后面一个全称命题 命题就是一个界定 就是说我们全班 全称命题 我们班上有些人就叫特称命题 我们班上有一个人叫单称命题 只有一个人称佛 是单称 只有有些人可以称佛 是特称 所有众生都能称佛 叫全称命题 这是哲学上用的 现代人通用的一个名字 就是说这个如来藏大海是所有的众生 包含佛在内都是同样一个如来藏大海 全称命题 这样 佛是已回归大海者 佛就是一个 这个大海就是佛 就是法身佛 大海就是法身佛 我们所有众生 也可以用虚空 因为大海还是海 如果虚空来讲 什么地方都有虚空 所有的众生 佛也好 众生也好 都是同样一个法身佛 法身是一个喔 不是阿弥陀佛的法身 释迦牟尼佛法身 弥勒佛法身 都是一个 报身化身不同 因为它们报就是果报 法身就等于说 本质具足的 这个本来就是这样 不是佛发明 也不是佛后天 本来就是这样子的 佛是已经认知或者是它已经证到了法身了 我们有法身 但是我们不知道 还没证到 是果位的 众生呢 众生就是阴位的 但是众生都是海中一个佛欧 一个泡沫 阴位 所以这个佛欧其实跟大海本来也是一体的 但是众生不知道 有了我之 有了法之 就不知道 所以这边说 世三无差别 为什么世三无差别 佛不是够在那边的吗 我说我 怎么说无差别呢 心是心 我的心 你的心 他的心 个人都是一个心 不一样啊 怎么无差别 这一般人就看不懂了 对不对 什么说 新佛欧中生是三无差别 这样解释 我们没有办法 无法理解啊 虽然这句话常常听到 好 下面就举 《愣言经》的作例 比如说 《愣言经》里面有一句话说 这个愣也可以 连愣也可以 《愣言经》 愣言经都可以 破音字 订生是我们的证报 vehicles 赴国 就是 代体前 虚空大地 是一报 闲视 都是 妙明 真心 妙明 真心 就是 罗 regional大海 宗 物 你看 是不是一个星 妙明真心是一个星啊 色神外距虚空大地啊 这个虚空大地说 我的色神其他就是虚空大地 你的色神其他就是虚空大地别的一切众生嘛 妙明真心 宗 物 譬如 这是乐阳经的话 澄清百千大海 很澄清的百千大海 百千大海就是什么 就是佛的法真啊 气质 就是说 我明明有那么大的大海 我们说 哎 这都是我 我就是他 It is me It is I 或者说 It is I It is me 他就是我 我就是他 那别的就是别人嘛 对不对 这是一般的常识嘛 好 气质 我把它放弃了 唯任依佛欧 依佛欧就是说 我的身体了 这个就是我 那就是别人了 唯任依佛欧 就是海中一个泡沫的众生 Everyone 每一个众生 目为全朝 我把我这个一个身体 一个佛欧代表是一切的 人都是自我中心的 目为全朝 后面一个瓜糊就是解释 用白话解释 错认依佛欧为大海 这就是错误的观念 因为有我之啊 目为全朝 敬 穷尽淫薄 就是说 穷尽就是把前面的话 再把它说清楚一点 就是说 意欲穷尽整个大海 就是我这个就是整个大海了 所以人都是自我中心的 我们所谓的人都是自我中心 这一个概念在这个地方 意思就是这个意思了 不 它用一个批语 我们一般看《乐园经》 很多人看 也就是华言看过了 就是读读读过去了 其实这里面要非常小心的 体贴它的原意 很重要的原因 有时候我们听经大概都是 就是随便就这样 佛欧眼就看过 就是随便耳朵就是听过去了 听过去了 没有 新的说 入伏耳祝福心 就是听到耳朵里面 keep in mind 祝福心 这样子 好 此段话的意思 就是把前面话的意思 这边再说明 说清楚一点 摄身就是正报 以至于外在的虚空大地一报 都是罗来帐里面的东西 比如说众生 是大海中的一个泡沫 但我们却以小小的泡沫为整个大海 就是错认部分为全体 一真任妄 不而不自知 泡沫以大海 本一体 不明本是一 所以才会因迷反成二 刚注意 佛教的原教思维一直都在强调 为什么叫一神法界 一就是没有二 一般讲一 一就不同二叫一 No 这个一就是一切了 它这个一的概念就是 total 完全都含在哪里 全部都含在里头 一神就不是二了 所以它这个一是个超代的概念 我们说体大向大 用大 体相用 大就是一个圆满超越一切的 叫做大的那个概念 一般讲大一定有小 它这个大已经包含所有的 所以它才用体大向大 用大用一真法界 没有二 二就是执着而来的 众生的执着才会产生对立的概念 为什么叫做一念不绝 都是产生对立的概念 就是这样产生的 我们的迷惑就是从这边来的 所以应该是二色无色 有情无情 就是二的概念 就产生这样的 若使佛欧破灭了 就是我执跟法执 就与大海 注意到 本来一体本来就是一体的 并不是破了我执法执 突然刚刚不是跟大海一体 他执破了不过是把我执法都去掉了 回归我本质具足 本来就是这样的 本不生灭本质具足 的那个东西 同一体 无二无别 没有差别 哪有佛与大海之义呢 没有 没有啊 这个任天心这个批语太好了 一般的批语我看有古德批语就是 光光相色 光光相色还是光跟光 只是不障碍而已 光还是你是你 我还是我 可是这个大海的例子就更殊胜了 所以我们用经典 这个 好 隐而生之就是说 把全面那句话 所有的众生都只是大海 如来中大海的一个泡沫 此时似乎你是你 我是我 全部相关 其实 我们常有句话 你 你一中有我 我一中有你 那是圣经里面的话 这还 没有我们就讲得更圆道了 全部相关 其实本来都是大海中的一物 但只要一旦佛欧破灭 佛欧有的时候 这个佛欧 那个佛欧 那个佛欧 好像还有很多 那么 这个 就是一大海一体了 所以 因为 泡沫四个不相关 其实 都是大海中的一样 幻象石 是这样 其实它始终是 三无差别的 心佛众生三无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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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这样解释 这是它的原本的意思 我们一般解释的话 都说 一个模糊的印象 应该是不没错 那怎么没错呢 也讲不出所以来 好像知道好像不知道 好 好 好 问题 答问题 情与无情 是一还是二 情与无情 同言总之乃如 心佛众生三无差别 本来同具一个真法界之体 本无差别 只因迷物翻成二分 是以方便 迷味而用二名称也 在迷的时候 感觉 我是我 梦是梦 好 我在做梦 我是我 你是你 可是梦醒了 哪有你我 本来无一物 本来就没有你我梦 这样子 回答问题二 同言是何一 同时圆满 还是一样圆满 从果未圆是同时 就是一样 二子间而有之 就是说 也是同时 也是 在性质上 也是 本来就是这样 但情与无情乃 一报与正报的关系 譬如 我们举了一个例子 幻梦时 好像有我 你做梦的时候也有我 也有别人 也有三河大地 即至一觉梦觉醒过来之后 哪里有我 哪里有你 哪里有三河大地呢 迷中 为什么金刚经说 那句话 一切有为法 如梦幻泡淫 如露依如殿 云作如是欢 为什么说 凡所有相及时虚望 就是这个意思嘛 其实 但是 维时中讲了一个大半天 也是讲这句话 一切有为法 如梦幻泡淫 是一他起 维时中用一他起 他是什么 是原诚实 比如说 一个是绝食的心 一个是梦中的心 梦中的时候 明明乎乎的 可是 醒过来的时候 刚刚在做梦 刚刚那些 都是假的 比如说 我记得以前做个梦 有个人 好多人跑过来 说你欠我20亿 我说我哪里有那么多钱 我怎么抓20亿呢 交通烂额 搞个半天 一醒过来 那都是梦呢 我哪有钱 一毛钱也没钱啊 梦中觉得 我欠了他20亿 哇 这怎么还呢 对不对 醒过来说 清一楚楚 这很大天 你没事 可是 梦中觉得 确实有啊 满头大汗 怎么办怎么办 周同烂额 醒过来说 本来无一无何处的尘埃 就是这样 可是 离开梦中心没有醒醒人 是一个心 一个是迷的心 一个是悟的心 悟的时候可以反省 没事啊 可是迷的时候 确实是非常的着急 所以才说 梦中明明有六趣 绝后空空五大千 所以啊 但是 这边我就回过来 就是说 离开梦中虽然是梦 我们现在是在梦中 要梦中做佛事 梦中就是缘起信空 我觉得梦有一次做梦 看是不是 捏捏 也还很痛耶 各位下次做梦看 捏还很痛 后来就 我不管他 我知道做梦 我自己逻辑哦 阿弥陀陀陀陀佛 going 醒了 有一次我有个同学 很找大学同学 他有时候跟我讲 他說 我有一次跟我父亲在讲话 就跟他父亲讲话 突然跟他父亲讲话说 他说爸爸 我现在在做梦 他爸爸就问他 你怎么知道你在做梦 这很有逻辑 你怎么知道你在做梦 他说我记得我是在马祖当兵 这个同学很妙 跟我后来很熟了 因为我以前到马祖 我是北竿他是南竿 马祖当兵 我说马祖当兵 但是我没有坐飞机 没有坐轮船 没有坐什么 没坐公车 突然怎么跟你讲话 这不合逻辑 这一定要在做梦 结果呢 就醒了 因为我在做梦 我要离开梦境 所以他的逻辑一不通 突然开悟了 就有点像类似开悟一样 醒过来 他跟我说一个这样的一个 就是说我们现在虽然是做梦 我们还是要用逻辑来 把这个梦境怎么样 把它解开 用笔量 怎么知道他在做梦 所以他那个逻辑是非常很清楚了 我在做梦 他爸爸 他后来问他爸爸 爸我那时候跟他讲话 他爸爸根本没这个事 只是说他梦见他爸爸跟他在讲话 跟他爸爸对话 可是跟他爸爸一点关系都没有 他爸爸根本不知道这回事 可是梦都明明说 我跟我的爸爸在讲话 然后我觉得我在做梦 爸爸还问他 你怎么知道你在做梦 就是我们现在来讲 我们是在一切有为法 罗孟万抛营 就是说我们在做梦 对不对 因此我们用为事 用这些道理来讲 我们是在做梦 就是用笔量 所以我这边就是对他那句话 不能躺平也 躺平也就是说 我什么事都不做 反正就是这样 还是要有所作为的 是对他的话而说的 既然正报的友情 与一报的无情 本来无意 如何达到同源总治 回答问题 一报随正报转 这两个是分不开的 我们认为的有情无情 还是我们的主观意思 我觉得我是有情 我在做梦的时候 比如说做梦的时候 我觉得桌子是无情的 草木是无情的 我们人是有情的 所以有情无情不是 都是梦中的东西吗 那有差别 都一样的 就是我的主观认知 而有情无情 一报随正报转 所谓有情无情 二分对立 有情跟无情就是二 这个都是我们脑袋想出来的 我们的认知而产生的 所谓的客观环境 跟主观意思 其实都是为心所造 这样的一个意思 下面说 同源总治是众生与佛同样具备 圆满具足的一切总治 它虽是本着具足 但没有修实 则不能显现出来 如佛欧一大海本一体 但未破我法而知 好事欧之欧海之海 其实本来是一体的 但必借着文师修 信解行政 信愿行等依教奉行 立时结束 依赐果位 实住到实地 乃能安不久般 step by step的修行 一抵一成 才能够有所成就 这样 继约 一报随正报 转一正不二 正报有情修成 一报无情 自成本来就是一体的 无庸废行 一再非说有情无情 其实都是随众生 心应所知的量 无习担心 有情无情之间也 也就是说 都是我们的分别心 所分出来的有情无情 名无耻 则是烦恼从有情来 但五欲六成乃至有情 所变现而出来的 心境佛赌 静心会佛赌会 因观法界行 一些微信道 有情无情之别 以至能所知义 悉因无名生灭而来 寄破一面无名 何得有情之别也 就是情与无情同言总之 有一正 我们现在看 四土 凡圣同情土 方便有一土 十报庄严土 长吉光净土 都是生土不二 尤其到长吉光净土 一跟正根本就是一回事 没有分一正 最后就是 就是这样 有一正还是我们的主观的判断 一又变二分了 又变二分了 二分法都是我们想出来的 根深蒂固的 所成的 是这样 至少在理论上要了解 注意到我们到了极乐世界 还要修的 修的长短快慢 还要跟我们 就好像说 还要跟我们说 有的人还有遗尘 遗尘五百大节 五百节在那边 突然怀疑了 就stop here 离开花开见佛 悟无声还很远 那可是如果说 我们在说佛世界修的 如何如何在理论上 那时候修得很快 阿弥陀佛一点就通了 不懂的时候 你就慢慢来吧 就是很固执的那些人 就算去了 那还 那是个人的业障 虽然你不会堕落 不会怎么样 你看别人 哇 人家都成了 我还慢慢来吧 到那个时候 还有这些 好 最后我就开个玩笑 说 请再开个玩笑 若遇见禅师 就提着大棒 大喝一声 你的问题只要一棒打死 则一了百了 就是你这些都是妄念啦 这都是无名妄念出来的嘛 可是你讲这个话 一切不可说不可思议 说这个话等于废话 反正到时候我说不出来 我就说不可说不可思议 就这句话好像就应付所有的 不可说 这样 所以才用一个 但后面就说 如果开悟禅师的棒就使不上力了 这完全开玩笑 下面又一个问题是说 有情可以成佛 那无情的石头 有无佛性 是否可以成佛 就是说他把问题又跑回去了 有另外一位 我记得有一位 有情无情同渊懂是否无情也有佛性 也能靠自己成佛 这个是我传给另外一位朋友 这个人是专门修净土的 他就问问这个问题 我前面已经回了 我前面那个东西怎么样 因为他是修净土的 也是非常认真的 我就把这个文抖给他 刚刚前面那个文抖给他 他就丢这个问题 各位 各位知道我意思吗 我已经讲清楚了 他又把问题又跑回去了 丢回原位了 就跟他原来的那个又回去了 又把有情无情二分把 所以不得已我再说一下 这个朋友是非常 每个看到的人都 看了每个 他的感觉 你看到他感觉 他把每个人都看作菩萨 这么虔诚一个人 一个朋友 所以我就说 梦中明明有六句 绝后空空无道间 在梦中迷界明明 有我身一报跟正报 都是违心所限 醒的时候 请问我身跟三合大帝 跑到哪去了 这就是一生不二的道理 我觉得讲清楚了 后面说 谢谢老师不愿其犯 开始我的疑问是 绝后空空无大间 是真的没有大间 或是对大间已无直 以非未悟前境界 在悟后的心境 能不能问他 石头刻薄称佛 或许他会说 欲变以妄言 这是陶渊明的话 始终有争议 有很深的意思 我讲不出来 但那也只是对他而言 没有这个问题 或超越这个问题 而不是说 他认为石头可以称佛 成佛后 心境是超越祖和对立能锁 但石头是否可成佛 应该是两个问题 前一问题 大家比较好理解 接受 后一问题 涉及没有心思的无情物 能否透过薰息变成有情 就是无情会变有情 最后 由转世成之而成佛 这是我头脑转不过来的地方 我知道老师说的一定对 但我就是参不透 根气武钝 真是无可奈何 我说怎么搞 你在干嘛 我只有请常识来拿棒子 打他几棒 可是我知道他在想什么 我不举例 比如说我这桌子是假的 可是请问 我撑破以后 这桌子还在不在 请问在不在 当局了 桌子在 可是存佛以后应该没有了 可是为什么桌子还在呢 这个想不通 你看他讲起来很多 你怎么那么笨 可是他有的意思就是说 你认为他不存在 是不存在 可是你存佛了他不存在 可是他明明在这啊 你怎么可以说 恩说他 是不是正英雄明 他恩是在啊 我碰到桌子 我打他我就会痛啊 你怎么说 诶 佛 我明明觉得他在 你怎么可以说他不在呢 所以这次考验他也在考验我 紧拍共呢 要怎么说呢 一种话就是 别共了 不要讲了 到此为止 你去想你 我讲清楚了 我后面又 各位看啊 我后面又在讲 讲什么呢 这叫做动神难度啊 各位不要看哦 这个人是什么人 各位知道吗 他是一个教授哦 他是一个讲进土中的教授 正牌的教授 是我的同事 大家都很熟的朋友 可是他非常熟 比如小几岁 他看到我都成老师 我说能不能照老师 我不要客气 他说什么时候上过 我也不觉得他以前上过 这都不重要了 这个人很虚心 各位看我这边讲了 我说你看 我就用韦诗中解释哦 肉眼见水是水 恶鬼见水是龙血 其他各道各见不同 天人天眼所见的水是流离 以上是现象见识 缘起信空诸法无自信 诸法无自信 这四个字非常不好解释 一个是讲现象的无自信 比如说同样是水 水是现象啊 人看水S2O 恶鬼道看水 水是龙血 鱼看水 水是他的家 后面看 天眼看水 水是流离 不一样哦 这是缘起信空哦 现象不是绝对的 我认为这沙子水 是我的主观 他认为水是龙血 是他的为师所见 他认为他是天眼所见流离 也是他为师所见 这三个叫缘起信空 现象的缘起信空 现象界的这些肉眼天眼 所见的缘起现象 各个不同都是为心所现 了解没 可是慧眼所见 这个东西没有了 佛眼所见 佛知道慧眼什么都没有 他也知道肉眼看见他 人看是水 恶鬼道龙血 天人看流离 他也知道 注意到 了解意思没有 他成佛以后 他是空气已经没有障碍了 没有什么水呀什么的差别 可是他知道 你人看他是水 天人看他是流离 恶鬼道看龙血 鱼看他是他的家 他也知道 你们缘起 各个执着在哪 所以佛在会 有佛以一大支因缘出现 就是说 知道你们的因缘 在末法出去 成熟了 他知道世俗体的 他也知道真体 这叫真属不二 各位了解没有 一个是缘起 他问的是这个问题 一个是信空 一个是缘起 不要看缘起信空 那么好解释 这就是缘起信空 所以无缘就是缘起信空 金刚经不是讲无缘吗 无缘就是缘起信空 信空就是无障碍 可是慧眼只知道空 他不知道缘起 可是佛也知道信空 他也知道缘起 这是佛也所见的 所以他的意思就是说 我成佛以后 他还存在 你是人 你觉得他是存在的 你所见到他 你是蚂蚁 见到他 可能又是另外一个东西 信空缘起法 我都知道啊 就是他问了一个问题 好像在牛角间 他已经要问到问题 他在果位的时候 他也知道 师父力是什么 真定是什么 这两个字叫 一个缘起 一个信空 这两个字是不障碍的 他隆了该 各位听懂没有 要这样解释 他的问题在这里 已经成佛了 他说你存不存在 你也可以说他存在 你也可以说他不存在 我不懂啊 可是你说 师父力来说 他是存在的 是你们的执着 佛是没有说执着了 他也知道信空 他也不会落入信空 因为光落入信空的时候 他不知道缘起法 我知道缘起法 我也知道信空 那是佛也所见 所以说 有心无心对他 已经毫无差别 他已经在那个境界 但以为他落在那个境界 好像刚刚在上 完全四十地丢得远远的 所以佛为什么到 世间来度众生呢 他并没有丢弃众生 丢弃众生就是破坏四十地 破坏缘起法 佛不度众生 自己破坏缘起法 他不可能的 就是说 有月的地方 没有云层 就会献月啊 那是自然的事情啊 不是谁规定的 这就是缘起星空的哲学嘛 好 所以 我们要看到 法眼 法眼就是不远通而已 佛眼就是缘起肉眼 天眼 性工本体 缘起性工 圆容 石头在肉眼境界 是存在的 我就回答他的话 俗听 至于会眼境界 则不存在 他也知道 若俗远见真俗二提 尖而有之 试掺掺掺看 我就这样回答了 注意哦 我们去跟人家对答的时候 我要晓得你在想什么 不是说我想什么 你要知道对方想什么 你不能说 我出场就知道 不知道还是不知道 怎么做一个调量 所以我特别把这个东西 把它弄下来 你看这边讲 后来 随中身心 一所之量 这是我写的 肉眼五道 与天眼 缘起有为法 我再把前面的话再来 慧眼是无为法 法眼又佛眼 是缘起性工无外 有为义 无为法 无二 无二 后来他是他的回答 他说感觉不错 我再尝尝看 谢谢老师慈悲看 他是没懂啊 答 佛 罗汉进入偏真涅槃 故一切皆空 哪有丸实眼 但只是偏于空而已 只属真地 至于肉眼天眼偏于 有缘起 做熟地 至于 佛眼真空 俗 缘起 同时巨足 所以 佛眼所见为十相 无相 无不相 就是缘起性工 他全部都了解 就是真俗 二体 巨足 在参 结果他回答 是的 老师学习老师的反复变论 我会继续参 无限感 还是没懂啊 我后面怎么讲 各位看 你参不透 无心不安也 达莫如 你参不透 我就故意这样讲 你参不透 我讲了半天 你还没懂 我心不安 然后也有点开玩笑 跟他讲 问 再给我一些时日 让我 这个是 这个就是 他学佛生日很认真 赚牛小钱 也是很认真 你想一些问题 让我继续参 愿能不负老师期许 简言之 佛的实相境界 乃无相 一无所有 当然没有完实 对对他的话 无不相 所以能闲一闲 所以能看见完实 再跟他讲清楚一点 佛字 俱真俗 二体 是也 问 无相境界不存在石头成佛问题 此刻理解 佛在无不相的时候 能否问佛 到底无情的石头能否 差点 所有的牙蛇 笑掉 此时到底佛怎么回答这个问题 你为什么问佛担心干嘛 佛会说 这是凡夫才有的问题 本质上是不存在的嘛 老师很抱歉 我还是不会 会不过来 这个很难缠 答 既说 一报谁正报啊 既然有正报之多 才有一报之多存在 就世俗 人言 应有 直 乃存在 若无直 其有 石头 的存在 所以 世俗的名字 叫石头 那时 石头 根本不存在 谈到石头 能否成佛 还谈什么 石头成佛 但佛了解 世俗人 执着 固有 无不相之说 固以世俗的名字 此佛 哪有 在佛 没有出问题 总之 心外 有法 乃出 你一直是说 石头 是一个 存在的东西 你的脑袋 一直是 心外 有法 心外 无法 法 是我们 变现出来的 维师中来讲 是阿赖耶士 变现出来的 再用第六诗再攀缘它 这是维师中的讲法 讲得更亲密了 我们现在三合大计是 我们贡业所感 我们所见到的水是水 是我们人到众生贡业所感 那 恶鬼到众生贡业所感的水 它是龙血 就是 然后我们在全六诗再攀缘它 还有一个我执 你我他 贡业 贡业指的类似而已 这样子 我就在没有用 最后 才能开玩笑 你这个野狐军一棒打杀 你问的问题是不是 还在那边 问老师这样反复棒喝解说 我师父见有些了解 我有点了解 感谢老师慈悲开示的知见 无限感恩 我后面就说 佛的境界早已超越能所对立 你何必为石头担心 更不必为佛担心 此所以要棒子也 只要心不向外此求 即可阿弥陀佛导正菩提 这是我最后的话 他最后说 自诚感恩阿弥陀佛 我不知道他懂了没有 应该是懂了吧 应该是懂了吧 他非常非常认真 这是一个非常认真的一个人 一板一眼的学生 就是这个这样 但是有点那个基本教育派那种 就是这样 所以就是跟他人也很虚心 他对任何人都很客气 就是这样的一个人 好 这是一段的对话 下面就开始要讲什么 下面就要开始从华言的角度 跟天台的角度 再做进一步的研究 各位主要 我们这样讲的时候 跟一般不一般是法师开示 我们听法师开示就好了 我们这个就不是哦 我们不是在开示哦 我们就是一步一脚印的说 一种思考逻辑是什么什么什么 佛教是非常讲理性的 所以梁启超先生 佛教是智慧之教 他是很讲智慧的 很很锐利的在思考问题 不能含糊笼统 我们一般学就是阿弥陀佛 就差不多差不多 差不多先生就可以了 了解慢慢钻研的时候 里面就有很多 值得我们去清楚的了解的 下面看 华言同教一称 法杖以唯独有情有佛性 法杖就是华言中的三组 华言中杜顺初祖 智炎二组 智炎到法杖 他们的华言都根据六十华言 然后到了四组 陈冠才用八十华言 所以到陈冠大师在华言的中来讲 已经是成熟 理论成熟了 到了清凉国师 就是陈冠就元首了 然后到了下面这个中密 他就不但是华言 他也通缠冻 他也特别重视一部经叫做圆绝经 这个是到后来就开始慢慢 这个禅宗跟禁土 禅宗跟各个东外 慢慢密切的结合 那就是后来的事情了 好 法杖上有这样的说法 这个探玄境里面 有这个保王如来性奇品 华言有个性奇的概念 他说 八通局门 问此信 其惟据佛果 何故相闻菩萨自知身中有 信其菩提 一切众生心中一耳 答 三神教众生心中 但有因性无果用相 是原教中 如色纳果法盖众生皆 事故众生亦有果相 这是原教思想了 所以说 他说 原教中 如色纳 因为华言三圣嘛 毕如色纳佛是法身佛 如色纳就是报身佛 还有一个什么 释迦牟尼佛是化身佛 我们一般都是化身佛在说法 只有华言是报身佛 如色纳佛在说法 因为如色纳佛的对象就是地上菩萨 就是博士般的 如色纳佛 所以如色纳跟毕如色纳其实两个 一个体 一个象 这两个是非常密切的 照理说是法身佛了 其实法身佛按照我们一般法身佛不说法 如色纳佛用报身佛说法 可是藏密的法身佛也说法 这两个分不开 所以它在果的法界 佛的法界也可以包含众生的身 也有果相 跟佛是一样的 所谓心佛与众生四三无差别 是建立在这个逻辑上面的 如果不是这样 但是信而无起 非此品说 文以不是这样 以名信起 下面我们跳过去说 若三圣教真如之信通 若三圣教真如之信通情 非情 开觉佛性 为局有情故 叶凡君云 非佛性者为草木等 若原教中佛性及信起 皆通一正 如下文变 是故成佛聚三世间 国土生等皆是佛生 世故 世故 局为佛果 通骗非情 这个意思就是说 华言中的理论到原教的时候 才可以说 佛性跟法性是无二无别 因为佛性是空性 法性也是空性 可是一般来讲 佛性是有情 法性是无情 不是原教的时候是这样说的 就原教的时候才可以沟通 国土跟生的没有差别 有情无情它是一体的 没有差别 这样一个概念 所以这是陈官从法性差别向的观念主张 陈佛是众生决心而成 三号大帝没有决心 只有法性 如下变事故成佛聚三世间 国土等皆成佛生 事故为菊佛果 通骗非情 就是他说的那段话 这样后面所谓的 别教一称 无情有性 草木成佛说 无情有性 就是无情也有佛性 草木也可以成佛 成官是性向荣色 法界无不是佛 无不是众生 三号大帝皆是佛性 皆是佛是众生 所谓情与无情同源融资 世间互融互涩的 原容无碍的境界 那么下面说 华言刚要 若入定时情与无情 皆感动归向者 表同体大悲 物我一体 故皆随三昧回转也 所以我们说同体大悲 怎么来的 就是把有群无群 就是寒色一体 还有叫做无缘大慈 同体大悲 这样子 老师 我记得以前我看过一本书 有一个中文大德写 他说无情喔 无情通常是有固体在上面 就像说完子解读 他说是有固体在上面 这些诡图之类的 都在那边 他说从那边说 这些诡图也被他感动 所以才变成 对 这个是 这是有啦 就是说我们一般是这样子 有的树 有的什么 因为现在我们民间也有啦 我今天砍个大树 我要跟他祷告一下 说哎呀 请你搬家如何如何 有没有 我要怎么怎么怎么 要跟他签这个 就是这个等于说 树木中一个东西等于说 哎 这个地方有房子 所以有人去住嘛 那有个树 他也有有情要去执着他嘛 可是有情是有情 无情还是无情啊 他只是有有情物 住在这个无情物上面 或者山有三层啊 山是无情的啊 可是为什么有三层 所以各位有没有看过那个叫什么 尝会法是有一件事情啊 这是以前在大陆上 也是最近发生的事情哦 有一个尝会法在东北 他就 我现在找那个那个影片来 那个这个给班长给大家看 结果他就是有一次他在他就是拜佛嘛 他的他那个拜佛没有任何人能进去 就是封死的就是闭关了 就后来就碰了有些人哦 把他抬出去 突然到了另外一个地方 就向他上圈里 然后他不知道怎么样 啪就被掉下来 然后刚好那个地方他们在念佛 他就在那边那边不久 他来那边开释 还到那边开释哦 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后来就把他又送回他的原本房间了 他就是没有去 结果这些人有一天 比如说门窗全部关了 这些人跑进来哦 有男有女 哇有了那种大呼吸的啊什么 然后就跟他讲说 我是哪里的三神 他们是什么什么什么 各种不同三神哦 为什么请法师 因为我们那边没有法师讲经 那么因为你是这么虔诚 你的德恨够 所以我们请你出去 可是到了一半 你因为念佛干什么 我们没有带不动你了 你就啪掉下来 刚好那个姻缘 在那个地方就成熟了 后来我们又就是空中这样子 不是坐飞机哦 然后送他回来 以后他们跟他说明 为什么我们要把你好像就 就这样按把你抬走 结果他就后来送他们出去哦 送他们出去 他们就是墙壁他就砰 他们就出去了 结果他要送他砰 碰一下 他不行他出不去了 他们可以出去 他们请他讲 他们有这个神通 他本来没有这个神通啊 碰一下 他就回来 如何如何 哇那个很精彩有一段 《常会法师》啊 有一大段我很久很久的看过了一个 好像《常会法师御见三神》 你们找找看 《常常的常》 《智慧的会》 就是《遇见三神》 一段故事 就是這樣子 所以你說無情的 它都有神在 我們看不見 《地藏經》也有 還有海神 神有山神 好 等一下我們看 剛剛是天台中無情有心說 這個天台中的無情 等一下我們休息一下 再看天台中無情有心說 也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教理 我們休息一下 天台無情有心說 天台無情有心說 非常有名 那麼我們根據黃燦華先生 黃燦華是民國時代一個 很有學問的一位居士 他寫了一個佛教各宗的綱要 那有關天台中的部分 他說 始終一 色心一陣容疾不二 色根心還有一陣 是相隆通不二的 《言佛性騙法界》 《不騙不隔有情無情》 其實很清楚就彈道直入了 本來佛性是講有情 本來佛性是講有情 法性是講無情 法性是講無情 所以才有佛性法性無二無別 部外有情不管你不隔有情無情 一草一木 一律一陳 一個沙利一個灰塵 都有佛性 這佛教非常速盛的地方 也是一般人想不通的 云佛者信者 佛是果人 佛性是果人之性 然始终所言佛性者 有三因佛性 三因佛性 正因佛性 了因佛性 原因佛性 这个三因佛性以前我们没有讲过 前面有提到过 现在我们来看一看这个实相 我们不是上次有实相坐标吗 那么大称的就是实相印象 实相无相无不相 一个是无相是体 无不相是相跟用 好像镜子的相 镜子的面是无相的 可是镜子所显现的影相 就是它的相 就是无不相 然后实相就是真如 无相就是不生不灭 就是无为法 无不相就是生灭 就是有为法 前面是空 后面是有 前面是信空 后面是缘起 不住涅槃 不住生死 不住涅槃 涅槃有四种 前面提到 不住生死 不住生死 所以呢 我们下面 就是提到水波为例 实相平等是水 波无异 水是波 波以名水 水无异波 水以沉波 波水不二 水是无相 波是无不相 波是无不相 这两个是分不开的 这样子的 那么因此说 一般三圣 神闻圆觉圣者 他要住涅槃 菩萨是不住涅槃 那不住涅槃就是生死 他也不住生死 就不住两边了 不住生死 因为他已经正如空心了 出离轮回了 可是他出离轮回 不住生死之后 他并不是堕入天真涅槃 他还可以来度化众生 所以他是不住涅槃 是这样的意思 另外佛的三生 佛生本具 法生是体 是月体 不生不灭 暴生是相 月的光 就是暴生 水月千江有水 千江月 就是化身 所以说 释迦牟尼佛 请问释迦牟尼佛在哪 法身偏移 哪里都有 哪里都没有 任何一尊佛 他的法身都是一样 可是呢 他有的时候 以披露得那佛 来说 《华严经》 那就是 暴生佛在说法 他有时候也会在 余生老讲堂 在什么地方 是以释迦牟尼佛 在某国讲堂 在说法 他是化身佛 千百亿化身释迦牟尼佛 所以他是化身佛 所以我们所看见的是化身佛 所以因此我们《涅槃经》说 释迦牟尼佛要入涅槃了 是化身佛要入涅槃 那弟子不舍 那是从世俗地来说 师父老人家走了 当然弟子不舍咯 这是很自然的凡情嘛 所以释迦牟尼佛就说 你看我好像有生死 就像水叶一样了 水叶有来有去啊 可是我的法身是不来不去的 你看我有妻子儿女 有这些家 有这些世俗地的东西 也要吃饭 也会生病 也会怎么样 那都是属于化身 我的法身是不生不灭的 没有来去的 好像有来去 其实没有来去的 其实说明这个道理了 这个道理懂了 这个大佛念盘经验等等 在说些什么 我们就知道了 这样子 然后呢 我们看到了真因佛性 真因佛性 三因佛性 佛性有三种 真因就是中梯 不偏有不偏空 了因佛性是真梯 是讲空 原因佛性是假 正因佛性包含了了因跟原因 一个是挺 一个是像 一个是用 好 因此了解这个 我们就可以看 正因佛性 正为正宗 离一切 邪非 中正真如 明正因佛性 了因为造了 造一了 造了真如理之 智慧 明了 就完了 了因佛性 原因佛性是原就是住原 资助智慧开发正因的一切功德 善因 明 原因佛性 这个是从 《金光明经》里面来 云和三佛性 佛名为觉 性名不改 性的意思就是不改 不改的意思 正因之性 了因 原因 造了真如智智慧 明了因 为什么叫做了 造了真如智智智慧 原就是原著 资助智慧开发正因的一切功德 善根 明原因佛性 光明玄意说 云和三因 佛名为觉 性名不改 不改即是非常非无常 我们一般讲无常啊 对不对 但是 它是不落两边 如 土内经常 天谋外道所不能坏 明正因佛性 就是真正这个佛性 所谓邪不胜正 它是不会变的 那么 此字不可破坏 明了因佛性 原因佛性 一切非常非无常 功德善根 就是说 它要用 借着它的原因 可是原就是因缘 众生各有因缘 比如说同样是佛 有的众生看到佛是报身佛 有的众生看到是化身佛 有的是法身佛 对吧 随众生心应所自量 所以因缘不同 所以佛经里面 有的时候是化身佛 有的时候是报身佛 各个不同的说法 所以一切非常非无常 功德善根 知诸觉知开显正性 如云草除慧 绝出金杖明云佛性 那借着这个因缘 然后让众生能够见到 去除烦恼见到本性 又十一记云通明佛性华范兼成 华就是中文 范就是 比如说 释迦牟尼佛就是范 释迦牟尼佛的范译叫能人即灭 那就是华 辟奴那是范 报身佛是华 如善那是范 报身佛是华 这叫做华范兼成 范语跟华语一起都表达出来 佛翻为觉 即三智隆明 骗一切处 无不明了 明大圆觉 信以不改为义 为大觉信不争不解 非辩非千七正度然 原了本具 亦无便意 即正因者 理性所显 是本体 了因者 即智与行 得他的智慧 以他的外显的相 能显之修用 如是正因一种为信 了原二种为修 一个是修 一个是信 就是本性 修就是 我们一般有讲 信德跟修德 比如说 金矿 是信德 金矿 还没有经过雕琢的时候 可是金矿 借着人后来经过修的时候 金矿变成金 就是借着修德 变成金 同样的 我们众生只有佛性 是信德本质具足 但是你不经过开采 不经过修 这一刻金矿 永远不会成为金 你必须借着信德 在后天的修德 才能圆满具足 就是这个意思了 就是这边所提的信德跟修德 所以了原二种为修 然 信常全修 修常全信 所以这两个 没有办法分 三集一 一集三 其体 但是一种真如 一种法性 似乎此中所谓真如所谓法性 就是天台中所谓真如所谓法性 必是佛性 不为是佛性 又必是众生性 草木性 瓦力性 就是无情了 对吧 无情有情都含涉起来了 法性中本来具有所显着理性 亦能显之绝用故 法性所在 即有佛性 佛性所在 必有三因 三因就是法性 法性就是三因 法性 骗有情 故曰之有情非情 曰就是包含的有情跟无情 折成一切众生 修佛性 所以注意 我们一般讲众生其有佛性 是讲一切 有情众生有佛性 可是众生还有个解释 什么叫众生 各位知道吗 众缘合合而生的叫众生 无情是众缘合合而生的 我们众生是众缘合合而生的 有情 无情也是众缘合合而生的 他也是众生 这也有这个说法 我们一般讲的众生是讲有情 可是在这边来讲的话 就是有情无情都包含在那里 约之非情 折成草木国主细节成佛之理 盖 色心不二 有情非情同是一个三千 就是一念三千 就是一念三千 这就是我们讲了个半天 有没有 情无情 为什么会抢到这个地方 就是把信乡体力应言果报本目就近 体力作应言果报本目就近 这个道理就是把有情无情 全部含着在内了 你要去深处的话 你看这么多东西可以说 法体无别 有情之外无非情 非情之外无有情 故有情之发心修行 即草木等非情之发心修行 依人发心修行 则尽法界全体发心修行 如今卑论 有名叫卑论 云依佛成道 法界无非此佛之一正 未有情之外别有草木 但凡夫局 就是限制在 直缘起当下之弥见 至法体容妙边 言之 得有情之外没有草木 要之无情 曰草木者 从迷情之局之言 就是说迷的时候 感觉有个草木存在 有一个性外有法的存在 迷的时候 做梦的时候感觉 绝后空空就没有了 因为有性又成佛者 论迷情史达法性荣妙之言言 如指观蒋树云 佛性大职者佛是果明 性是英明 实戒诸法 拒破无明之德 明之佛性 苟存情非情义 存情非情义 明之无明 就是说你如果说这是有明 这是有情那是无情那是无明 一念不绝而有的 所以 结论说 一念不绝生三心 禁皆无缘长流 禁皆就是无情 一念不绝才有能所 才有有情无情之别 这个一念不绝不存在 就是无明不存 无明没有了 无明没有就是什么 就是明了 就是真读了 就是佛性了 就显现了 一真法界显现出来了 就是这个意思啊 就是这个意思啊 对不对 你看起因论那个 那个角度那个 能所的那样的概念就是 讲得很清楚了 所以因之佛性无外 至实戒三世间 情非情容无格 实法界过去现代 都是没有 就是说如果说真正 悟了那个境界 开悟了以后 那些境界 实现空间都是假象 所以我们在维斯学里面提到 实它就用不相应就是 心王心所设法 假设假明而存在的 有一个时间 现在 爱因斯坦相对论以后 觉得这个时间不是绝对的 我们讲中原标准时间 过去现在未来 一秒一分 那个时间都是假的 对吧 你要说那一秒 怕那一刹挪 比如说我想 怕这一刹挪 这一点 这一点 什么叫过去 这叫过去 这是现在 那时候未来 叫三分 我现在说这个 把这个点 这个点你把它放大之后 也有左中右 那又有过去现代未来 然后你把中间更小一个 再有过去现代未来 一直分一直分 永远都有 一直分不完 一直分不完 其实说起来就是我们的分别心 所造成有过去有现在有未来 为什么金刚钦说过去心不可得 过去有过去啊 未来心不可得 未来还没来啊 说现在 现在就过去了 你知道到吗 上次我们有没有讲一个 那个 这个 清荣书超 所以有一个法师 禅宗一个法师 他就 这个 讲了禅宗来 他就听出禅宗出来 他就写金刚钦 写了一个清荣书超啊 写的 以前那个字很大 不像我们现在 挑了 挑了个担子 就准备去找 这些蚕食去理论嘛 早餐的理论的时候 就有一天 有一次 早上吃早饭嘛 就走到一个 这个这个 阿婆 就是一个老 老太婆的一个 早餐店 准备吃 吃早餐 吃吃 他就跟 我要吃点心 好 那个老阿婆说 哎 法师请问你这边 挑了这个 什么东西啊 什么东西啊 哎 这是我一生的心血啊 我的 金刚钦的柱 我要去 到南方去跟那些 禅师辩论啊 如何如何 那个 那个 老阿婆就告诉他 请教你一下 既然你是研究金刚钦 金刚钦里面有一句话 请你开始 什么话 很在意 这是我的博士文文 然后里面有一句话说 过去心不可得 现在心不可得 未来心不可得 请问你吃点心 点哪一个心 突然当机了 你答出来就面疾了 答不出来 照要付费 挑了蛋就走了 就跑到 不知道说广西哪里 有个叫龙潭 我们桃园不是个龙潭吗 就是那个 就是龙潭 我有一次讲这个故事 有些学生以为真的是个龙潭 其实比龙潭非此龙潭 去了以后 突然就 问那个禅师 我来到龙潭 龙也不陷 潭也不见 龙潭不是有水吗 可是呢 那个地方 龙是天上那个Dragon 我天上看不见龙 你说潭 我也没看到潭 龙也不陷 潭也不见 不见 结果 那时候晚上 点个灯 大师就叫他个名字 他一回头 他把他点灯 呼 把他吹灭 把那个灯吹灭 开悟了 开悟了为什么 你去问他吧 你想想看 我们一般就是我只相信我看见的 请问过去心 现在心里看得见吗 看不见 所以你一直看眼睛去看事情 所以我说龙也不见 痰也不陷 你都是用眼睛在看事情 吹吹掉 你要超越你的思考逻辑 你的那种惯性的思考 你要打破它 他就讲 龙潭真有龙吗 没有龙啊 我们这边龙潭是有潭 但是他没有潭 你这边叫龙潭 注意到 过去现在心 未来心 根本跟点心毫无关系 这就是禅宗 跳跃你的思考逻辑 本来他可以讲 那个心是那个心 这个点心是实物嘛 你那个心 是个抽象概念嘛 这是科学思考逻辑 禅宗就不说 我跳脱你的思考 你点哪个心 这个啊 Tune the point 就是中肯的那个东西 那个东西是最重要的 但很不容易了解的 所以说 禅宗就是禅宗在我们这个 这个传统文化中 为什么它非常跳脱 它不是我们一般的逻辑思考 其实它叫打破你的惯性逻辑 就把它打掉 这很奥妙 这就像这个 就是说 脆酌同食 不知道各位听过 脆 脆是一个口一个足 冰足的足 脆是一个口 就是那个鸡在酌东西 脆酌同食 脆酌就是说 母鸡在外面 脆 小鸡在里面 脆 两个人 两个同时在把鸡蛋里面 小鸡要从蛋里面跑出来 要两个母鸡跟小鸡同时啪一下 才开 早也不行 晚也不行 早 它就胎死不忠 晚了它也死在里头 要just made just untied 恰恰在那个时间 ok 残忠就是这样 所以它们的开悟是什么 我刚刚是 我是一个 从旁边来做一个诠释 为什么它开悟 所以我说没有解 就问它 可是你要去解的话 就是说 它要打破你的惯性思考逻辑 而且同一个地方 我们以前当兵 会有一个概念 就是说 我们那时候通常炮兵 就是同样 比如说炮碰打过来 这里就是一个坑 不会有两个炮弹 在同样一个坑落下来 所以这个坑是最安全的地方 这是炮兵逻辑 炮兵逻辑 是这样 同样我举这个例子 什么意思 就是说我用这一个case 这一个公案 都可能说 它是这个公案开悟的 那我也是公案开悟 No 所以那个就是one to one 就是只有禅师跟学人 两个刚好 那我们只是说 我从理论的逻辑来了解它而已 它们是真正的那种开悟 而且那个禅师要很高明的 或者已经见性的老师 学生也是刚好在电光火时 那一唱了啪 开悟 那才禅宗真能开悟 顿悟顿修的 我们现在在解读 我只用理论逻辑来做一个思考 如此而已 勉强来解释一下 好 所以呢 这就是我们谈到那个 刚刚谈到那个这个 开悟的这样一个逻辑是这样子的 所以 这个 好 下面我们再看 天台沾然 金刚飞中 主张 无情有幸 为一色一香无非种道 刚好 我知道一个伯论 就是李立书老师 他就专门研究花艺 他研究花艺呢 他的朔论刚好是讲什么 讲《红楼梦》中有讲到花的 他最早学花道的时候 就是他说 听到有一个老师 花道老师 是一个日本人 穿一个和服 一个女性 一鞠躬 他说我们的花道是从唐朝船来的如何如何 他就想 这常常传给你 为什么我们不去好好研究呢 我们已经理事求助也了 后来他就开始研究 从他的老师中华花艺 有什么理念花 什么花什么花 这样开始 后来就到华泛大学 他就修了一个学位 他插花 到处插花 到两岸插花 在台湾有各个道场 也很有名了 到大陆到香港 最近到香港插花这样子 后来他就想说 我要再提升 他用很多诗词来解释花 后来他想提升 然后我们到华泛大学 我们小英导师讲 道通一意的概念 道就是佛学了 卢道佛通一意 最早他是讲《红楼梦》 那后来他就说博士论文 他就找我了 当然他的学生说 花艺我是不同 可是我就有这个概念了 他就说 花艺的创作一种创造诠释学 以法华经的辟域为主 一种花艺的创造诠释 解释了就是 一色一香无非中道 就是这个 无情有心 你不要看他无情物 庙法 所以我们说 智者大师讲庙讲了九旬说庙 一旬是十天 是九十天光讲个庙子都讲不完 庙法 这个法是表法 棉花就是一个法 很奥妙的 写了这么后 博论 就是在写这个 一色一香为维系之物 而尽有中道十香的本体 天台立空甲中三观 而造一切诸法 因为你看 一切的色也好香也好 他的先生是搞茶道 茶道 茶艺 一个茶一个花 茶就是香嘛 花就是色嘛 这两个不是刚好配得很好吗 一色一香啊 色都是元曲啊 假明啊 一式中道义 他里面包了很深的 法华经的哲学啊 天台中的哲学 佛教哲学 对 是空 花 这些都是 甲嘛 极空极甲 居中 而造一切法 他茶好那花 怎么花 他有一套 他们有一套了 什么里面花 星象花 什么花 什么花 他有他一个老师 一个姓黄的一个老师 那个老师对他也不错 给他很多启发了 就把中华花艺慢慢把它发扬出去了 然后呢 然后到他我就觉得你可以 我们说全修未密后学斩军啊 老师已经踏到某些门槛 可是呢 在于在更形而上的 他那个是折艺术 技术 艺术道士 插花是一个艺术 可是里面是 插花是一种技术 可是高一种是艺术 艺术再高就是道术 就是行而上的哲学 跟行而下的哲学 集合起来 成为花艺 这很奥妙 就是我们小云岛是强调的 我做一首诗 一首词 苏东坡那些诗词 其实都是什么 都是佛教哲学啊 诗词是什么 但是文学是艺术啊 文学的上面是道术 文学下面是技巧 可是你光是技巧 是不够的 比如我是土木工程 我说工程师就不一样了 对不对 那就要讲得更 更寻而上的东西了 所以这就是 唯物之极处 指观云 元戏法界 一念法界 一色一香 无非中招 几界即佛界 众生界 毅然固曰 情与无情 同缘总之 其俗曰不然 这就是 从天台的金刚 这个碑子 它的意思是什么 是一种 一种针 可以说 可以说 好像一增下去 好像你有什么问题 我一增下去 就解决了 所以它这个 这个意思 碑的意思就是说 我在破解 所有的疑团 那些的一个智慧 我这个解释里面 把所有的这些问题怎么样 我是一刀见血 一针见血 都把它改挂 改挂就解决 所以你看 它这个碑这个字 就是有 有这样一个含义在里面 好 下面 有一句话 现在我们把 净土中 你看 妙法 妙法莲花 是莲花 净土中叫什么 莲花化身 我们在说佛世界念一声阿弥陀佛 极乐世界莲花就开了 开了以后 下 我一名 写我的名字 张三李四王五造六 你一直念 那个花越开越大 你不念它就枯萎了 将来佛就用这朵花来接我们 接我们去 这就是心生法生 好 有一句话说什么呢 若人适得心大地无寸土 各位听过这话没有 就是如果你认识我们的心的时候 大地没有土地 我们大地不是土地吗 No 大地都是唯心所现 染心见染的世界 静心见静的世界 为什么叫做那边都是什么 静音流离 玻璃车渠 刺足马脑 那就是静心所感受的静的境界 我们现在看 哇 这个土都很脏 灰尘 那是我们的染心所现的 一切微信道 所以你要认识心 大地没有 一寸土地都没有 佛教有非常高的一个社学 下面你看 这是《弥陀经》里面说的 世诸众鸟 众鸟昼月六时出荷雅音 请演唱五根五粒七菩地 甚八盛道粪 你看 这些鸟 他说这个鸟不是我们说畜生道的 都是阿弥陀佛 你看 世诸众鸟皆是阿弥陀佛 欲令法应宣流变化 演唱五根五粒七菩地 八盛道粪是什么 是深层 深层就是无情 可是阿弥陀佛是有情 这是原教思想 情与无情同源总治 欲令法应宣流变化变化所作 以至六方佛说法乃是上至于 他骗这个出荷 这个六方佛 对不对 这个 三千 这个 广长舌相 骗乎三千大千之间 戳成之源 就是 这就是有情无情同在说法 六方佛 其实六方佛 我们按照我们念的都是 舅木罗诗的翻译 玄奏大师的翻译是十方佛 所以他所谓六方佛就是十方佛 因为我们传统有 在庄子有六合 六合就是上下东西南北 上下东西南北就是宇宙的意思 宇宙就是上下东西南北 那还有东南东北西南北 合起来就是 八方 那就是六方就是八方 大概我们从版本来看是这样 所以下次处生西街有情震报 日若 还有 刚刚说有情无穷 有情所出来的 那是无情的声音 彼佛国土 微风吹动珠宝杭树 即保罗网出为妙音 披露百千种月 同时俱作文是因者 自然皆生念不念不念神之心 属于无情说法 一报 所以偶一大师说 极乐国土 有情无情同宣妙法 就是原教思想 就是这样原教思想 他为什么说是原教 就是我们讲了 情与无情同宣妙法 这是原教思想才有这样说的 所谓一报谁正报船 以至一正不二 故云情与无心同源总治 二 若人适得心大力无顺土 虚老上也有这样的说法 在燃土净土西属为心所正 其有寸土也在 十万亿佛土 之极乐世界 怎可能如观金 譬如壮士屈身背起 极身西方极乐世界 就是说十万亿 一个国土是三千大千世界 三千是一千的三次方 再一千三十方 再乘上十万亿 你看多远 你寸太空船 太空说 永远不会到 就算是今天的科学 能够有一个东西 可以到十万亿佛土了 请问如果到的话 你看不见看不见 一切唯心到 就算假设 我们说假设的 大短假设 就算是我们说 有一个东西 可以到十万亿佛土 因为我的心没有心静 我所看见的极乐世界 还是会土 还是会土 是这样子 这是叫唯心 壮士屈臂愁景 就是刹挪之间 也可以说用简单的意思讲 就是说唯心所现十万亿佛国土 心念是超越时间空间的 你有这个心自然就显现出来 没有这个心到了也显现不出来 就是这样 现在学者认为 现代学者认为 今亿佛同源总字 经典中无据 没有根据 但依施义法 依义不依余 所以施义法 这无据是什么 所以我们才会用楞严经 用这个 一个是楞严经 还有廉诗大师的 偶遇大师的 他们用的话 这就是学术了 现在学者常常就说 你说这句话 既定里没有啊 没有这样说的啊 比如我们说真空不空 妙有非有 既定也没有这样说 可是我们后来就 真空不是真的没有啊 真空不空啊 现象是妙有啊 妙有其实它不是真有啊 所以用个形容词 义不义 语是没有这样说 义是是可以这样说 所以说 秦无情同源总字 这些东西是后代古德说的 他们为什么这么说 就像刚刚说的 华言说的 无性有性 有性 无情有性 经典没说啊 古德说的 天才古德 一意不欲而有的 所以 如果这个时候有一位 我们台湾有一位 某一个高明道老师 他也是很有趣的 这个德国人 他就有一篇文章 专门来说明 没有这样说 从经典来说 但是我们的说法 就是根据刚刚的 华言啊 这个什么 古德 如何如何 是这样 好 这个 下面我们再看 大会 有些人 对土觉禅师以路 有一段话 如一击一净 一磅一磅 一磅 上得个路处地 真所谓 见不同 互相有得失 教终所谓 菩萨见水如干露 天人见水如流离 凡夫见水如水 那么 惨重的说法 就是说 一个磅 一个境界 就是 一磅一磅 都可以圆容自在的意思 他引用说 菩萨见水 他喝的水是干露 天人看见水 是流离 凡夫见水是水 恶鬼看水是龙犬 我说一句 诸法无知心 或有个爱高禅帝 那是出来道 妙喜有云 就是 即向他道 逢人但那么举 所以叫正法也长 这个禅宗第一个公案 就是说 释迦摩尼佛在一个会上 捏花 叫花 你看 我们刚刚讲了 花意 所以我跟李老师讲 捏花 捏花什么意思? 没有说花 在座的人都不知道 佛捏花什么话都没讲 只有一个加瑟人在座的人笑 一笑心心相应 他没有说话 不说之说 就是传 我这个法是没有话说的 佛陀就说了 无有正法眼长 能够看见正法的眼睛 那个智慧的眼 十相无相 涅槃妙心 这个正法眼能够正如涅槃的 是非常微妙的 十相无相 互主磨合加设 古力文字 指指人心 所以 宇宙万有的秘密 由洞悉正法的眼睛 乃能窥之 我就把它 翻译成 然后 深问 中国诗 古德云 注意 清清脆足 近似法身 欲黄花 无非多人 就是无情有性 清清脆足 就是法身 佛是法身 欲黄花 五回般若 你看 清清脆足 你看 我们如果说用虚空来讲 虚空就是法身 无性无相 因为有虚空 就像说 这个白纸虚空 我画一个脆足 好美啊 清清脆足就是什么 都是法身所显现的 欲黄花 我看黄花就是极空极塔其中 我就是柏耳啊 无非柏耳 就是 有的禅师这样说 不是经典说的 是禅师这样说的 有人不许 有人说no 这句话不对 结果呢 云是邪说 这个话是错的 亦有信者云 不思义不知若为 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国师就说了 此盖普贤文书境界 这是普贤菩萨跟文书菩萨境界的 不是诸凡小而能信说 不是一般凡夫外道小成人所能知道的 他不知道 皆与大臣了亦经亦和 这是大臣了亦因 所以华言经说 佛身充满于法界 普现一切群生前 随缘富感弥不周 而恨处此菩提坐 所以说佛身之法身充满法界 哪里都有 图现一切群生前 可是因缘具足了 它就会显现出来 暴身化身就出来了 所以随缘富感弥不周 比如我们保和静说 佛一大臣因缘出现 意思就是随缘富感弥不周 哪个世界的因缘具足 佛就来了 五周二世也来 而恨处此菩提坐 都在这个菩提坐上显现出来 翠族既不出于法界 其非法身乎 又波耳说 摄无边故波耳亦无边 在波耳经里面说的 摄就是空 摄是无边的 所以波耳也是无边 这两个分不开的 黄花既不悦一摄 其非波耳福 深远之远 不行者难为错矣 就是说 这种深奥的道理 有的人就是听不懂了 很难说的了 紧拍共的了 又华言座主问大诸和尚 这就是说 各位看 禅师何故不许 就是你为什么不赞成 清心退足 尽日法尘 欲黄花 无非博人 大诸和尚 有个大诸和尚 登入日道要门 有这本书 他说 这是看大诸和尚说了 法尚是无相者 应脆足以成形 对不对 我们看电脑也是无相的 你要把它画成脆足 它就是脆足啊 你看它是黄花 它叫黄花 波耳无知 对黄花而显相 波耳是无知的 有一个波耳无知论 波耳无知无所不知 非比玉玉 非比黄花脆足而有波耳法尊 并不是说他有 他反对 故今云佛真法身 由若虚空 应勿献行如水中月 你说水中月 它可以献月啊 它可以献竹子啊 也可以献这个黄花 都可以献啊 所以黄花若是波耳 黄花若是波耳的话 波耳就是无情啊 吹竹若是法身 吹竹还能应用 他反对 做主会吗 他反对 主约 不聊吹 没有聊 不懂 我不懂 主约 若见性人注意到这句话 道德义德 道不得义德 谁用而说 不知是非 若不见性人 说翠竹酌翠竹 说黄花 说黄花 说法身 治法身 说波耳不是波耳 所以成争论 国师主张 轻轻追逐 尽是法身 直主张到底 大逐破 轻逐 轻逐 轻逐不是法身 直破到底 老汉将一个主张 将一个破底 手作移出此 无 念题 不敢动作示好 要而学者 巨言 巨言者变得出 不巨言者未必不孝 忠告虽 缠 原物和尚 打失鼻孔 打失鼻孔就是开悟的意思 原主义我 安鼻孔者 却得瞻谈和尚 只为 只是为人时下 任不尽 义足见 我这边举例 这个意思是什么 是 我们刚刚说的 青青春秋 这句话 是原教的思想 对不对 可是呢 打出和尚怎么说 他迫使这句话 他说不是 不对 别人明明说对 他说不对 后面有句话 开悟的人说 yes 也对 说no 还是对 谁叫你开悟 我记得以前 我们太医学老师说 我们太医学要不施真重 可是老师有时候 好像不施真重 其实他还是 因为他已经 已经圆通了 他什么时候都对 捧手局组都对 我们不对 我们常常说 一招不对 全部都不对 这就是开 这就是我们再 拉上一层说 开悟的人 什么说都对 不开悟的人 什么说 都是不对 就是惨重的一个思维 打破你说 我很圆 圆就跟不圆对立了 我们要对 打破 他的意思就是说 你是说我是圆 你是不圆 你用个执着出来 所以最后 惨重要打破所有的执着 横说 束说 成说 岔说 都OK 这就是惨重的思维 好 我今天不是在说相声 前面那个高明道跟周密的时候 前面那个相当不一样 他那个想说 对 他是 就是说 他是按照 这个 这个叫什么 按照 这个一般 跟经典里面没有这句话 他是这样说的 那我们就说 跟他做讨论 他是德国人是一板一眼的 他常常跟他讲话 跟他讲话小心 好 这句话怎么样 就是范文怎么说 他是非常那个的 那我的意思就是说 一意不一语啦 我们学术有的时候是一意不一语 像是创造权子学就是说 我们说 我这边顺便要稍微讲一下 就是说我们在学术的时候 都有他的学术根据 譬如说 禅宗说的是有他的道理 还有呢 就是说 在有一个理论 就是叫做文学批评 现在西方叫文学批评 文学批评有一种理论 叫做读者反应 什么叫读者反应 我们一般的东西就是说 作者作品跟读者 作者作品跟读者 这叫三角关系 比如说佛经是作品 作者是谁 是佛 是说的人 讲的人 那我是什么 我是读者 这是三角关系 因此呢 所以我们才有所谓的 今天我买一个到去跟老板买一个东西 买东西之后 给他多少钱买 买了以后 这个东西要怎么用 老板没有权利 是我的权利 我要怎么使用它 是我老板不会管 意思就是说 今天这个作品 在我的手上 我要怎么解释 是我的open 所谓上open的 我不一定完全按照它的意思来解读 惨东就是这样 这叫做创造诠释学 所以在以前王国伟有三境界说 各位听过吗 三境界说就是什么 这个叫什么 读上这个 诗仔寒窗无人问 有意思叫做 读上高楼望尽天涯路 他说只能成第一境界 第二境界是 一代健宽中不悔 未一消的人消瘁 第三境界是 众女寻他千百度 目然回首 那人却在灯火暖山住 他有三境界 所以他前面所说的是 读上高楼望尽天涯路 就是 原来的意思 他是一个秋天的感叹 后来他就解释说 人生就像是 慢慢地在努力中 慢慢有一天一步一脚一慢慢读上高楼 我看见我人生的全程 跟原来的诗 是讲秋天景色 这个所谓的 我的全程都 这个叫什么 就死在寒窗那样子辛苦的 那样子去努力他 没有人知道 那个时候 所以叫独上高楼 所以很孤单 这是第一个境界 第二境界 第二境界叫做 一代健宽终不悔 原来是讲的 说我为了一个情感 我所恋爱的人 我即使为了他 一代健宽就越来越瘦 因为相似病 我都不后悔 为了他 我甘心情愿 是男女之情的 可是他正面说 我致力于去研究学问 或者去参访这些 让我甘心情愿 爱心所作 做起所爱 我也是甘心 没有任何原因 就是变成人生第二境界 第三个境界 一代健康中不悔 威仪小的人 众里寻他千百度 木然回走 那人却在灯火南山中 就是说 我找了找去都找不到 突然我回头 就是开悟了 就是第三境界 所以禅宗有一首诗就是 终于寻春不见春 芒头踏破顶头云 归来我把梅花绣 春在枝头与时分 他这个就是说 春就代表一个开悟的境界 我终于都在寻找一个开悟的境界 寻春我没找到 所以叫不见春 芒鞋踏破顶头云 芒鞋就是草鞋 为了要参访我是南南北北 领头云我无所不见 我什么叫大江南北 我都参访过了 芒鞋踏破顶头云 还是没有开悟 归来回到家里 偶然 偶然sudden了 突然把我家里的梅花 修一修 春在枝头与时分 春就是开悟 花枝春满天心就圆 这个本来是讲一个人 怎么会跟开悟有关系呢 这是一个比丘尼的误导师 所以今日寻春我就想尽办法 千方百计我就找不到 然后无远佛界 就是芒鞋踏下 我回来回到家里 何其自信本知具足啊 一切我本知具 我为什么到外面去 身份竹墨到外面去找呢 这个佛性就在身上嘛 归来回到家里 偶然是突然的 电光火石 偶把梅花一秀 啊 就是红衣大师 花枝春满 天心悦然就开悟进去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讲的 所以说我们讲的禅宗讲的 我们传统的文学啊 像苏东坡的那些诗词 很多就是禅学的境界啊 这个话是我解释 了解吗 就变成说这种 所以你说的是 我们从经典里面去讲到什么 他的意思就是说 我已经经典是整个圆通了 都在我掌上 我会最重要是个人的文 就像我说英文大师说拜那个佛 人家说你拜的佛靈不靈吗 不靈 不靈你拜吗 我靈啊 现在就是说我们靈不靈就是这样子 OK 那今天因为时间那个 剛好我们要休息两个礼拜嘛 對不對 希望大家能够有所开悟 今天讲的比较把这个消化一下 多请老师带你大宗回向 愿消三丈诸凡劳 愿得智慧真明了 不愿罪障细消除 世事常行菩萨道 愿以此功德 庄元佛静 上报世中恩 下距山徒若有见闻者 西法复继续 敬之以往后 同生与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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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